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不是 朋友修阿里传的那个 为爱情忧伤的大夫就是她呀 对啊 是不是跟微信上一样帅 听说她以前是一个有名的主持人 后来她跟她女朋友开了这个红酒会所 然后约定好了要结婚 但是因为家里强烈反对 两个人就不得不分开 咱们电视剧怎么还没拍完 都拍了三个多年 电视剧啊 就是一场身体和灵魂 双同考验的战斗 这几天再拍最后一场 在医院的杀青戏 拍摄机就在你这儿附近 这不正好过来看看 行 还是都看你大哥 给你点个赞 天哪 这简直就是 现代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呀 拍一个拍摄 快快快 拍一下拍摄 达哥 你这酒吧有点恐怖啊 这些女儿怎么都盯着我看 你长得帅 真算了吧 我现在可不敢动着心思了 什么意思啊 有情况 在哪儿呢 是不是拒绝啊 这 这天领来 让达哥给你一把把关 这不还没到时候呢吗 等到时候了有机会 带你他来看看 达哥还卖关子 来 达哥 小娥呢 我从今天他怎么没过来 他 他忙活演员的事呢 他 那挺好的 算了 别老说说我们 说说你吧 大哥 你这 真算是爱情失忆 事业丰收啊 你看你这 天天爆满 肯定不少赚吧 没错 确实没少赚钱 可人美了 赚那么多钱 又有什么用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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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东外卖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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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我 我 您的 许叔叔 怎么是您啊 您好 人家跟我说我还不信 又怕真的是你的话 你不肯来 所以换了个地方 骗你上门 黑了不少 但是不见瘦啊 我再努力呢 怎么再努力 但是叔 您甭劝我 为了吴云诺 我多少苦都能吃 多少肥都能减 为什么这么喜欢吴云诺 他有这么好吗 就吴云诺好不好的 我也不能瞎说 但是我就觉得 自从认识吴云诺之后 我的人生就突然就充满了意义 每天都特别有干劲 也是认识吴云诺之后 我才觉得我 我现在是在真正地活着 追上吴云诺 然后跟他结婚 就是我唯一的人生目标 我现在已经送了 九千多分餐了 等到我送到一万分的时候 我再去找他 我相信他这一次 一定会被我感动 他也一定会答应跟我交往 真难为你这么爱吴云诺 虽说胖了点吧 但是我还真想 你能成为我的外甥女婿 谢谢叔叔 但是依诺 从小脾气就僵 我的话他未必听啊 万一你送满了一万份 他还是不能接受你 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吗 来 小伙子 喝点水 谢阿姨 不谢了 小伙子 傻小子 你不介终吗 你不介绍你 你不介绍你 我倒在好 好 上手 期待我能履行我的承诺 把我爱的人追到手 可是 我真的有勇气吗 请允许我暂停一下 决定最后一份 在什么时候送出 甚至是 要不要将最后一份送出 就送到这儿吧 谢谢你 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我真幸运 只能做你的朋友 我可真不信 都过去三个多月了 你仍然没有改变你的心意 就真的只当 来培训了一次而已 这个城市很美 又有你这么好的朋友在 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你呀 就别宽慰我了 你的决心啊 全写在脸上了 只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 明明是她抛弃了你 你为什么还要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是哪一点要比不上她 爱情不是考试 没有高低之分 没错 试过了那么久 我还是忘不了她 所以我必须回来做一个了断 成也好 败也好 都算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你会理解我的吧 我非常理解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能获得幸福 回国后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拨打我的电话 我会的 走了 一路平安 再说吧 万一她在那边 已经定了终身大师 我现在再追过去 这不是给人添乱吗 不管怎么样 她过得开心就好 七表姐 戴什么 要敢动我儿子一下 你试试 走 走 走 我那什么意思 你坐着 男子汉 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男子汉 才同意许致嫁给你 你怎么这么怂啊 就因为你瞻前顾后 畏畏缩缩缩的 许致才跟那个假暗鬼子 去了国外 现在好不容易她回来了 去追她呀 说服她呀 你管她在国外呀 反正她现在 在中国 未婚 不是 不管了 我现在以岳父的名义命令你 去机场 把居职借回来 让她同意 你坐我的居职 雷达 你愣着干什么呀 徐教授把话都说得那么明白了 我跟你说啊 就是你把徐教授回来 我就不是你个儿子 赶紧着 拿来着 儿子 别犹豫了 除了你 谁还能真的给许致幸福啊 是啊 去吧 儿子 去呀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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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姐 你还没告诉我 你这是哪康班呢 你这是哪康班呢 飞飞起来 什么 最爱还是最爱的 不知名的未来最最精彩 你还得继续新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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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我 已经 祝福 зв 你 走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是我逼着你去找许致 你也不会被扯抓 雷达 坚强点 好起来 许致马上就来了 许北洋 我和你何言何仇啊 你要怎么还玩呢 雷达今天要是我三长两头 我要你给他偿命 许北洋 我要你的偿命 许北洋 别说了 这是怎么能怪老许呢 又不是他撞的儿子 这就是命 认命吧 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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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了 雷达 你别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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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 我是 安静 到底谁是 我 我是他的未婚妻 这是病委通知书 你签一下吧 雷达到底怎么了 病人全身多数骨折 肌堆断裂 肝肛能衰竭 脑干瘦碎 心里有个准备吧 就这几个小时的事呢 趁还有口气 能听得见 我现在想说的就抓你 说一说吧 雷达 雷达 你还这么年轻 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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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吓我 我怎么会这样 还读取我的错 我不应该继续这么运气 我不应该过一切 靠面你 我这么做是因为 我想逼你 我做梦说我太幼稚了 你不要吓我 雷达 你说过 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我回来了 雷达 你快醒来 你醒来 你醒来娶我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很坚强 你一定会醒来的对不对 你一定会的 你快醒来 你醒来我们就马上结婚 你快醒来 你 붙了 Kak 大哥 快寒 大哥 大哥 妈 那个心电徒的插销好像掉了 滚蛋 你开什么玩笑你 是这 你刚才说的 是真的吗 这 这 这就是传说说能回港返照啊 别说话 可能就剩最后一口气了 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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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刚才说 你愿意嫁给我 是真的吗 我愿意啊 我愿意啊 小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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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怎么开的 会开车吗 大叔 在医院拍戏的网络 帮我们的男人 把我回生的病房 让我们的演员 挽引医生和护士 帮我演得出 今天一气为生的大喜 大妈 干吗呀你 别骗我 你没骗你 真出车祸了 你怕 没事吧 没事 许致 事上会有佣生的玫瑰花 春寒辽桥中 眼神开如沙 事上 我是大壮导演 请来的婚礼主持人 不是演员 是货真价实的 请问这位男士 你愿意娶这位女士为妻吗 不论她将来富有还是贫穷 不论她将来健康还是服侍 你愿意永远地和她在一起吗 我愿意 我都愿意很久了 许致 其实 我从第一次见你 我就喜欢你了 那时候 故意跟你作对 用坏的方式引起你的注意 结果 闹出了那么多 剔笑皆非的事情 让你生了那么多的气 后来 我们好不容易 发展出了感情 可我却不知道珍惜 不懂得坚定 选择了轻易地放弃 让你伤透了心 也是从那时起 我才开始真正明白 爱情 就像晴空万里 蓝天白云 突然暴风雨 无处躲避 总是让人始料不及 爱情 不是人能够选择的 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的 就能走到天边 许致 我没办法放弃你 一生一世都不可以 我发誓 我再也不离开你 我再也不离开你 无论谁人反对 无论何事发生 无论天崩地裂 抓紧了双手 就能再往天边 再也不让你生气 再也不让你伤心 再也不让你流泪 从光风和雨夜 你可不变的心 为你撑起一片蓝蓝蓝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等会有长命的等她 我 等会啊 也以继终 演戏给谁看呢 尤重小技 关大嫂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 你同意了 忘了问最重要的人了 岳父大人 我想娶您的女儿 让我一辈子照顾她 我也想做您的女婿 跟您的女儿一起孝敬您 您同意吗 我同意 请养好你的洗衣忠心吧 你什么意思 我女儿愿意我还有什么说的 女儿交给你了 我愿意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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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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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侠 我是吴怡露 你曾经说过 如果送满一万份外卖的话 就会来向我求婚 那么我来点着最后一份外卖 我把位置发给你 等你 不见不散 怎么是你啊 你 你就是外卖侠 你怎么回事啊 罗大少爷 你这又在玩什么呀 你不会真的送了一万份吧 加上这份 刚好一万份 你 你是不是疯了呀 还是你家破产了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 吴怡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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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所有的这些 只是想向你证明 我可以是一个积极努力 脚踏实地 自力更生的人 也可以是一个你希望嫁的那种男人 我可以为了爱你 拼上一切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做到 我这几个月以来 一直在坚持 这几个月可以 将来也一样 我就想向你证明 我会坚持到底 这些就是我这几个月以来 自己挣的钱买的花和戒指 吴怡露 你愿意让我履行对网友的承诺 娶你为妻吗 你想什么呢 我是这么容易就能嫁人的吗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了 喂 你要还想挖苦我就算了吧 我让你走了吗 不过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追我的机会 诺诺 我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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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去年 著名主持人雷达 因为桃色绯闻 而身败名列 退出演艺圈 有消息称 他开了一家酒吧度日 并以为他的 另一段神秘感情 而引爆微信朋友圈 他的酒吧 也一度成为了 网红爱情圣地 前不久 有热心市民 拍到了雷达 创意求婚的场景 整个过程 可谓是充满戏剧性 而又十分的浪漫 这段视频被发上网之后 转发量迅速爆棚 雷达的创意能力 也引起了大家的再次关注 本台得到的消息 那起绯闻事件 一已查清 据雷达工作室 发布的相关证据表明 那名当事的女主角 缺席雷达的忠实粉丝 她已经向媒体坦白 自己疯狂追求雷达 而不得设计构陷的 全部事实 并向雷达真诚道歉 雷达也接受了盗窃 并且不予追究 那据本台刚刚得到的 最新消息 雷达的婚礼 也将在近期举行 小伙伴 你长大了 快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和小伙伴们吧 早该放你走了 是我舍不得 可舍不得也不行啊 因为真正属于你的 是天空 是大海 是自由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时候把她交还给你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 祝福你 祝福你 叔叔阿姨往里走 你好 往里走 往里走 来来来 让我来 叔叔阿姨 走了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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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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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您走的 最前面 那边 好 好 好 谢谢您啊 饭得不够吧 小盆 你喂我吃 好吧 你们俩还给我保密 被我看出来了吗 达哥 什么时候来的 说一声 好健壮同志 刘晓雯可是一位好同志 从今往后 您要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给我把她照顾好了 如果你敢对她做出任何 对不起她的事 我这个当哥哥的 第一个饶不了你 向达哥保证 我一定会把刘晓雯同志 一根头发不少地 娶回家 今天你们俩跟我这儿 就算实习了 跟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大哥我 一定亲自操办 还得包个大红包 那倒不是事 我给你包一个文书 书书书书书 我 我 我说我说我说 老婆 吃 吃汤吃汤吃汤 恭喜你了 这孩子也有了 以后更加地任重道远了 是是是 是是 我说你们这婚礼补班子 是不是有点晚呢 你看 这小宝贝啊 都五六个月了吧 是是是 主任啊 我欠了老婆一个 隆重的婚礼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 我们也来蹭一下 这个热闹蹭着好 是不是 你看今天还真热闹 是不是 我家人都来了 对 您快 您快坐 您快 您快坐 您紧坐 我过去啊 好 好 来 大哥 来 来 呢 不好了 大哥 咱们定好那个司机的 他害怕 不敢来了 他怕什么呀 你现在不又红了吗 他说跟你这么著名的主持人 当婚礼司机 压力太大 万一出点什么错 传到网上去 他这职业生涯就毁了 那我自己上 不 这哪有自己主持自己婚礼的 时间马上就到了 人也到齐了 人也到齐了 有我呢 放心 是不是啊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亲风好友 大家中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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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啊 幻想过 主持各类节目 我幻想过主持动物世界 再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词挺多呀 学生 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 今天我雷达会主持我自己的婚礼 今天是一场集体婚礼 是一场家族婚礼 有我敬爱的岳父 徐北洋教授 带着我们三位女婿 一块儿娶媳妇 现在 由我的岳父大人 徐北洋 给大家 讲两句话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别不说了 别不说了 真话真别不说了 来吧 老许 老许 好 好 白白 我就不想凑这热闹 这么大岁数 还跟儿女的一块儿办婚事 怪不好意思哪 那既然都上来了 那我就说两句 首先 我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们 好 另外 我要感谢陈瑜教授 我的七天 还要感谢 我的岳父老泰山 不嫌弃我这老女婿 把女儿交给我 谢谢 谢谢 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个女儿们 她们非常地孝顺 更要感谢的 是我的几个孤雁 以前我没少考验她们 也没少刁难她们 她们没生我的气 还宽容我的任性 我再次 由衷地 对她们表示感谢 也希望大家和我一样祝福她们 好 好 行 给她们 好 谢谢 谢谢我可爱的岳父大人 说得太好了啊 教授就是教授啊 有水平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我还想说一句啊 今天 我们四位女婿都非常地了不起 为了自己终胜的选择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改变 就比如说 这位年龄最小的女婿 从一个脾气古怪 动不动 就失控的古板教授 变成了今天 能放下自己 倾听别人声音 可爱的岳父 还有我们这位 从小人养尊处优 遇到事情就哭得大男孩 变成了今天 开始努力学习的好爸 这位 王寇的富二代 从一个 好吃懒做的胖子 变成了一条 自力更生的汉子 还有我 表面上呢 翘舌如簧 什么都懂 其实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喜业 好 兄弟 乔咄唆了 搭喜的日子 大家都热闹起来 好 好 敬乐节 福之 contemplation 新能熟 新能新constata 新策 system 除备 新闻 香港大事 不是的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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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漫步这个世界 不管路途有多遥远 抓紧了双手就能走到天边 陪你漫步